全是我的錯 我很抱歉 脸书创办人扎克伯格再度认错 国会证词曝光把矛头指向自己 强调创办经营脸书 自己没搞清楚责任范围 出错了要负全责 连书制造假新闻干预大选 仇恨言论与各自误用一连串错误 扎克伯格把责任全揽在自己一人身上 国会众议院提前公布证词 明天国会众议院作证 扎克伯格没有犯错借口 扎克伯格出现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听证会 不但牵动脸书《未来命运》 国会议院也考虑是否要立法监管社群媒体遏止负面影响 证词里头扎克伯格整理出头绪 对近来脸书错误事件一一交代 包括与剑桥分析公司各自外泄的始末 描述俄罗斯透过脸书干预2016年美国大选情形 脸书亡羊补牢的做法 扎克伯格说脸书是一个怀抱理想乐观的企业 这个平台成立以来善意促进人际交流 平民发声创建社群 例子不声美举 像是反性骚扰MeToo运动 为哈维巨峰灾迷募款2000万赠灾金 也协助7000万家企业拓展商机 能继续为人群服务创造美好平台是最大希望 这次脸书失职 扎克伯格证词中严厉谴责不当利用的行为 认为脸书不能只有人际连结 言论也得谨守 不伤害别人或散布假讯息 脸书风暴民企审判 扎克伯格则无旁贷